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选了一个这个紫色的紫色的这个在今天的时候它比较适合 因为它在水中的这个光波反射的比较长 就是容易让鱼在远的地方发现这个耳搭配一个 今天干边的水都很浅 搭配一个5克的德州吧 这样的话让耳带泳汁会飘逸一些 因为这里面也没什么 太多的这个障碍 选了一个1-0的细构条的曲名钩 细构条的好处就是 你这样干的时候可以不用太费力 它这个贯穿性非常好 这大概是 来了 口非常非常的轻 你看这鱼身上冰冰的 刚刚放下去没几天 而且加上因为这边水温还是底 因为刚刚刚化冰嘛 鱼不太适应 就在这石头边 就在这石头边 好 好 看 现在鱼是因为它火星非常低 水温的原因 刚刚我就是跳的快一点的时候 它指根不咬 然后现在我在那底下轻轻的挑逗 这些轻温器这个动作明显 因为这边水不是很深 带个偏光景能够看到这个鱼啊 冲出来一个翻身 它就是有这个射石的进石的欲望 但是因为水温的原因 导致它这个行动稍微有点迟缓 但是你轻微抖动的时候 你起下 由于效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它能够不顾一切的冲 把它弄上来 好 这要做时候改一改 换一个 把它换成一个倒吊 因为 这个 这之后你轻轻逗的时候 它动作还是成的稍微有点快一点 轻轻的挂头部挂到一半 来 咱们再来试试啊 你看 跑到这么远就可以了 到底 把线绷紧 轻轻的挑逗干燒就行了 这样我们可以在同样的地方做出更多的动作 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鱼活性低的时候 咬口欲望 对吧 咬口欲望它不强烈的时候 它会有很不错的一个效果 等一会儿 让它多咬一会儿 那来了 来了 看 就是这么简单 找到模式 用对耳 你看 就是你看 我等了三秒 看直接进去 像这种鱼压力大 它不太肯开口的时候 你就把耳抛过去 你看 就不用手选 轻轻的抖虚线 让这个耳 能够尽量在原地啊 做出更多的动作 这种鱼天选这个紫色的耳 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杆子不管是在黑坑啊 钓鲁鱼去抢鱼 还是在野外钓鱼 哪怕流水或者这种 山体湖泊这种 都是非常不错的 好了 通过刚刚那几条鱼鱼啊 我们做掉表现来看 77682这只 MH这只杆子啊 是总体感觉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一个两节的这个设计啊 就它的手感已经非常接近于 独解杆了 而且你看它这个电镀的一个涂装 做的也非常非常的绚丽 再加上三艾的软木 还有我们这个是 科尼自己开发的 轻量化的轮座 这只杆子啊 我个人觉得 比较适合在黑坑抢鱼啊 或者说 我们在野外钓一些鲑鱼 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好我们下次水上见 我是岳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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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